女友有肾病需要换肾 我毫不犹豫地给女友换了肾 术后我拖着病痒痒的身体拼命赚钱 我想娶她我想让她好起来 可在我勒病那天却发现了她的秘密 医院里她陪着她的白月光 她说那个废物把肾换给了你 还赚钱给你做后续的治疗 这种傻子我还真是第一次遇到你 真的没爱过她 她说从来没有 而我推开帘子的瞬间 她傻眼了满眼错愕地看着我 那个废物把肾换给了你 还得赚钱给你做后续的治疗 这种傻子我还真是第一次遇到 约有浅浅尖酸刻薄的声音从隔壁传来 让我一阵心惊废物是我骂 的确换肾给她的人是我 此时她对面那个接受换肾的人又是谁 只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头皮发麻 我好像不认识浅浅了 我强忍着内心的难受 仔细地听着隔壁病床的对话 今天我原本是在公司做策划书的 可由于我连续五天加班身体实在吃不消 直接晕倒在落宫位上 同事们吓坏了赶紧将我送到了医院 我醒来的时候人已经在医院了 同事确定我没事才走 我看时间已经晚上十点了 我担心浅浅会担心我赶紧联系她 电话铃声在隔壁响起的瞬间 我下意识以为浅浅是知道了来看我来了 可她却挂断电话了 随后我就听到了她的声音 她说烦死了 天天打电话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个娘们 好像离不开我一样 怎么你的舔狗凌晨啊 男人戏谑的声音传来 我手不由颤抖了下 手机也顺势滑落在了病床上 不是她还能是谁 我看你是爱上她了吧 嘴上说嫌弃你不也没分手吗 分手我怎么可能分手你的肾是她的 你后续的治疗费用都是用的她的钱 我分手了这个钱你来出啊 浅浅称怪地打了对方一下 此时我已经从帘子的缝隙看到了她跟那个男人 那个男人我不认识 但我认识自己的女友 毕竟我是那么地爱她 我爱浅浅爱到当初她说自己 有肾病要跟我分手的时候 我果断回绝当即去医院做了配型 医生告诉我很幸运配型成功 医生我换肾 你确定要换肾 我点头毫不犹豫的签字 医生佩服我的勇气 他说你对你女友真好 我告诉浅浅不用担心我的肾 跟你的匹配 我可以换肾 浅浅知道自己有救了 抱着我哭了好久 不久我们就接受了换肾手术 术后浅浅拉着我的手 阿诚等我好了我就嫁给你 你娶我好不好 我说好术后一个月 我开始筹备跟浅浅求婚 可浅浅的身体却出现了排异反应 术后的治疗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 于是我开始拼命赚钱 一方面我想让浅浅早点好起来 一方面我想赚钱娶她 我感觉人生有了动力日子 有了笨头 即便每天都很忙碌 但我依旧觉得开心 可生活啊总是见不得己苦 你苦他就让你更苦 原来浅浅从未爱过我 原来他爱的一直都是他的白月光魏哲男 我虽然不认识他眼前这个男人 但我知道魏哲男 那是浅浅做梦都会喊出他名字的男人 我强忍着身子的抖动 直接将布帘子拉开了 什么人不知道这边有病人吗 浅浅不满的声音传来 我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他不满起身想要将我推开 可看到我的瞬间他晃了凌凌城 你你怎么在这 你不是在加班吗 你不是术后身体出现了排异反应吗 怎么转移了 我冷冷看着浅浅 我可以接受浅浅不爱我 但他为什么要骗我 为什么要骗走我的肾 魏哲男进我眼神里含着杀气 直接将浅浅拉到自己身后 我告诉你浅浅是我的女人 你别想对他做什么 是吗浅浅我的肾呢 我就想知道 刘浅浅到底有没有觉得愧对我 我 行了别问了你的肾在我身上 我告诉你 当初就是我跟浅浅合谋欺骗了你 当初有肾病的本来就是我 不是浅浅现在术后有排异反应的人 也是我 所以我的钱都被你花了 所以我的肾被骗到了你的身上 我咄咄逼人地看着魏哲男 他却一脸得意 当然 很好得到了我想要的答案 我将手机的录音功能关闭 随后对着刘浅浅冷冷一笑 分手吧我们恋爱期间 你花给魏哲男的钱 三天之内打给我 否则后果自负 我刚说完魏哲男就笑了 我说凌晨 你是男人嘛 分手了还要钱啊 你怎么不去抢 你去抢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魏哲男嘲讽的话并未刺激到我 我很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 当初要不是为了刘浅浅 我也不会这么拼死拼火 如今到头来一切都是骗局 那我能做的就是拿回属于我的一切 恋爱至今三年 手术花费十万 后续的治疗费用 刘浅浅又跟我要了十万 我这些年给刘浅浅转的钱价 起来七七八八也得二三十万了 所以我只要五十万 报完我想要的数额 我便直接离开了医院 回到我的出租屋 我就将刘浅浅的东西 打包放在了门口 并给她发了视频 请尽快拿走丢了后果自负 没想到刘浅浅会这么快回来 我刚发完视频 她就出现在了门口 可惜她的钥匙打不开房门了 我在来的路上 已经叫了换所的师傅将锁换了 我打开门 看着还在努力开门的刘浅浅 面无表情到现在要还钱 阿诚 你就不能听我解释吗 刘浅浅满眼泪光地看着我 此时的刘浅浅双眸中的泪 将落不落甚至惹人心疼 换作以前我早就心疼坏了 可现在我再也不会了 我终于理解了那句 在女人圈子很流行的话 心疼男人倒霉一辈子 哪心疼渣女 难道就不会倒霉一辈子吗 我对于刘浅浅的示弱 跟委屈 示弱无睹 见此招没用 刘浅浅试图闯进我家 却被我挡在了门口 同居三年 你一次房租都没出过 我没跟你要这部分钱 已经算对你仁慈了 你现在是想承担 这部分的费用吗 阿诚魏哲男的术后 排意反应很大 我说那些话 只是为了让他开心 你也知道 当初要不是魏哲男 我早就死了 是啊魏哲男是谁呀 他可不只是刘浅浅的白月光 更是他的救命恩人啊 刘浅浅是重组家庭 他妈妈带他改嫁 给了一个老男人 原本他以为日子好起来了 没想到那个老男人 是人面兽心的家伙 趁着他妈妈不在家 就想猥亵刘浅浅 十多岁的刘浅浅拼命挣扎 但力量的悬殊 他很快就被制服了 在老男人要得赏的时候 魏哲男出现了 他冲进了刘浅浅的家 将老男人推开 救了刘浅浅不说 还给刘浅浅作证证明 老男人猥亵他 最终老男人被判刑 刘浅浅的妈妈 却因为自己的信任 老公被自己的女儿 除白月光 后来高中毕业 他们成了男女朋友 原本他们打算 大学毕业就结婚的 可是魏哲男 却在这个时候消失了 他消失了整整四年 我以为他再也不会出现了 我是在他离开那年 遇到的刘浅浅 他属于那种 看起来个子小小的 但给人能量满满的感觉的人 我被刘浅浅的气质吸引了 可靠近他之后 却发现他其实很敏感 我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知道了魏哲男的存在 我带着刘浅浅 走出了那段阴霾 一年后我们正式交往 自此三年 三年间魏哲男这个名字 时常出现 第一次刘浅浅在梦里 喊魏哲男的名字时 我有些不舒服的 我跟他谈他哭着跟我道歉 对不起阿诚 我只要害怕的 时候就会忍不住 喊魏哲男的名字 你也知道他救过我 我跟他认识快十年了 对不起我爱你 我原谅了刘浅浅 甚至之后他梦里 喊魏哲男的名字 我也不会生气了 我想即便魏哲男 救过刘浅浅又怎样 现在陪着他的人是我 当初抛弃他 一句话没留的人是他 我是不会输给他的 没想到现实 狠狠给了我一巴掌 我不止输了 还输得彻底 甚都被这个 所谓的情敌给拿走了 我冷笑出声 所以你就骗我说 是你有肾病 所以你要报恩 就给我赚钱来养着他 我不理解 我甚至觉得 刘浅浅的思想恶心 刘浅浅跪下来跟我道歉 求我原谅 而我自始至终 都只是一句话还钱 阿诚你非要逼死我吗 我哪有那么多钱 刘浅浅哭穷 我自然知道他是真的穷 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难道我的钱 就是大风刮来的 刘浅浅 你跟魏哲南的行为 已经涉嫌犯罪了 我现在只是讨回我的钱 如果你们不给 那我只能起诉你们 丢下这句话 我将房门关上了 原本刘浅浅在门口 一直喊我 大有我不放他进来 他就不走的去世 可他却接到了 魏哲南的电话好 我马上去 就这样 刘浅浅丢下自己的行李走了 等他再次来的时候 身后跟着警察 刘浅浅报警了 说我将他的东西丢了 我看向刘浅浅的时候 他别过头 不敢直视我的眼睛 看来也没有那么不要脸 我当即拿出了 跟刘浅浅的聊天记录 以及他从我家走 但是却没有拿走 自己行李的视频 所以我想请问 他自己不带走自己的行李 现在丢了怪物 警察先生我要报警 他跟魏哲南 涉嫌骗走了我的肾 以及我的财物 同时 岭南医院也有参与 我将魏哲南跟刘浅浅 承认骗我肾的录音 拿得出来 如果没有医院的参与 我怎么可能会相信了 做手术的人是刘浅浅 有了我的指控 警方快速立案 此时刘浅浅傻眼临城 你非要闹这么大吗 我给你钱就是了 当然那些钱本来就是我的 是你欺骗了我的钱 你给我是天经地义的 我没理会刘浅浅的哀求 很快警方就展开了调查 同时舆论也起来了 岭南医院造假弄假的事 很快就被网友知道了 大家知道我被骗走了 甚后很同情我 纷纷要来看望我 我都回绝了 他本来就知道 他的肾要换给魏哲南 他知道魏哲南 是我的救命恩人 他想替我报答魏哲南 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哄骗 刺激我跟魏哲南 说出那样的话 然后录音 然后再去起诉我们 或许他就只是 不想跟我在一起了 为了找个理由跟我分手 为了拿回 当初他借我的钱吧 什么你说什么 原来凌晨转给刘浅浅的钱 是借人家的钱 在还钱啊 惊天大瓜呀 大家有没有好奇 魏哲南是怎么就刘浅浅命的 这救命恩人怎么说 有知道的不 我去你们能不能关注到重点 重点难道不是凌晨的心机吗 我去这样太吓人了吧 呵呵我要被凌晨转 自导自演的一出戏 给震惊到了 随着舆论起来 岭南医院也跟着掺和了一脚 他们发了声明 我们医院从未做过 欺骗病人的事 简单的一句话 似乎更显得他们问心无愧了 而我请客间 从受害者成了加害者 网友骂我是人渣 认识的人骂我是贱人 我的工作 因为刘浅浅丢了我的朋友 都责备我 凌晨你就这么缺钱啊 一时间无人相信我 我冷眼旁观着这一切 此时刘浅浅的电话打进来 我木讷地接通她 得意的声音传来 跟先前那个跪下来 求我原谅的她 判若两人 凌晨你如果现在承认一切 我或许会帮你澄清 否则你就等着下地狱吧 我笑了刘浅浅 你确定要下地狱的人是我 我语气淡定 让刘浅浅有了一丝惧怕 隔着手机 我明显能感受到她慌了下 刘浅浅相爱三年 你既然能做出这种事情来 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话至此我没什么要说的了 挂断刘浅浅的电话 我便开始着手 准备所有的证据 在刘浅浅不要脸的报警 说我丢她东西的时候 我就知道了 她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混蛋 所以我便在第一时间去医院 调取了魏哲男 跟我做手术的记录 好在家里一直都装有监控 之前刘浅浅自己在家发烧 因为我手机没电了 所以没接到她的电话 那天我回到家 刘浅浅都发烧四十了 我吓坏了 赶紧将她送去医院 那天之后 我就在家里安装了监控 为的就是 能随时观察家里的情况 如今她成了我最有力的证据 监控里刘浅浅哭着说 自己得了肾病 凌晨我们真的走不到最后了 当时的刘浅浅哭得可惨了 我安慰她我给你捐肾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出使了 隔了几天确定我可以做手术 刘浅浅高兴地抱着我 凌晨谢谢你等 以后我们好了 我就嫁给你好啊 说后我跟刘浅浅多次说起 我给她换身这件事 同一时间她跟魏哲南 高大不轻的视频证据层出不穷 你真的想要调查 要给人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证据啊 就像是雨后的春笋 一直有 于是三天后 我坐在电脑前 手指飞快敲击键盘 将收集的证据 一一整理成文档 每一条短信 每一次通话记录 甚至他们在社交媒体上 互动的截图 都被我精心排列 形成了一条条 无法辩驳的铁针链 魏哲南与刘浅浅之间的秘密 也让我看清了 这段感情的真相 网友还在网上谴责我 甚至有些极端无脑的网友 已经在刘浅浅的窜灯 下来堵我了 现在的我已经无法出门了 可上天垂帘 竟能让我发现了 一个惊天的秘密 我跟刘浅浅 也算是真的爱过的 所以我们的很多东西 都是互通的 就好比刘浅浅的备忘录 我是无意间整理手机 这才看到的 在刘浅浅的备忘录里 我是纯纯的大怨种 刘浅浅会记下 我为她花的每一笔钱 比如 6月25号 我说要花 凌晨再加班 转账500 我魏哲南去吃了一顿西餐 还不错 7月8号 恋爱纪念日 凌晨给我转账5200 晚上吃过饭 我借口要加班 魏哲南去看了一场话剧 太多了 几十页的备忘录 让我对刘浅浅彻底死心了 我也彻底认清了 自己就是一个大蠢蛋 更甚至 还让我查到魏哲南这四年 根本就没有离开 当初他悄无声息地离开 只是因为家里负债 他出去躲债了 后来他父亲坐牢 他就回来了 他跟刘浅浅在我们在一起后 没多久就见过面了 魏哲南跟刘浅浅解释 他说自己当初离开 是为了不让刘浅浅受到伤害 魏哲南解释清楚后 刘浅浅就想跟我分手 却被魏哲南回绝 他说 你继续跟凌晨在一起 我们就多一个人赚钱 如今我们这么缺钱 你先不要跟他分手了 于是刘浅浅勉为其难 留在了我身边 这些全都是我在 刘浅浅的备忘录里总结出来的 刘浅浅备忘的都是文字 但我却从那些字里行间砍出 料他对我弄弄的厌恶 虽然早就知道了这一切 但得 到正时之后 我钢铁的心还是生疼 比我手术后 为了省钱 不吃止痛药我还要疼 在我将证据放到网上之前 我先联系了刘浅浅 刘浅浅 你要是现在跟魏哲男跟我道歉 我或许会考虑私下解决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凌晨 你何必呢 我们明明可以好好谈谈 屏幕那端 刘浅浅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 试图用往日的情分打动我 看来他是听出了我的笃定 在一起这么多年 我相信刘浅浅了解我 他知道我不是信口词黄 我冷笑一声 回应道 谈谈 当我们面对面时 你选择的是欺骗和背叛 现在让我们用事实来说话吧 我发送过去一个加密文件 里面包含了所有关于他和魏哲男的秘密 刘浅浅收到后 沉默了许久 最终只传来一句 你赢了 凌晨 胜利的滋味并不如想象中甜美 反而像是一杯苦涩的酒 我独自品味着其中的酸楚 但我知道 这场战役远未结束 但我没有放过刘浅浅 他骗走了我的肾 我怎么可能轻易放过他们 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不仅要在舆论的漩涡中为自己证明 更要揭露领南医院的黑幕 让那些利用他人痛苦 谋取私利的人付出代价 我联系了几位正义感强烈的记者朋友 将手头的证据提供给他们 请他们帮我将真相公之于众 与此同时 我也找到了魏哲男 魏哲男 你口口声声说为了保护浅浅 那我伤害过他吗 你们凭什么联手欺骗我 魏哲男的眼神闪烁 似乎有千言万语梗在猴头 最终只化作一声叹息 林诚 你不会明白的 我不需要明白 我只知道 每个人都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冷冷地留下这句话 转身离去 舆论的风向开始转变 随着媒体的深入报道 岭南医院的黑幕逐渐浮出水面 公众的愤怒如同潮水般涌来 而我 也从一个被误解的受害者 逐渐成为了一个勇敢揭露真相的斗士 这天 我收到了一封匿名邮件 里面是魏哲男写给刘浅浅的信件 字里行间透露出他对刘浅浅深沉而复杂的感情 以及对自己所作所为的悔恨 我看着这些文字 我冷冷笑了 魏哲男啊魏哲男 你以为你这样我就能原谅你们 休想 我凌晨可是牙子必报的人 此时手机响起 是刘浅浅的来电 我犹豫片刻 还是接了起来 凌晨 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但我还是想告诉你 我后悔了 她的声音里带着哽咽 我后悔没有珍惜你 后悔选择了错误的方式 我沉默两久 最终开口 浅浅 人生没有后悔药 你现在后悔不过是因为被网友谴责 你根本就不是真的后悔 你会原谅我吗 她小心翼翼地问道 我轻笑一声 回答 原谅与否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你必须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挂断电话 我就接到了公司的电话 老板开始跟我道歉 说当初也是没办法 凌晨啊 其实公司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你回来吧 不好意思 我已经跟蛮离集团签订了就业协议 你说什么 听到我这么说 我们老板直接气疯了 老板的怒吼从电话那头清晰传来 我平静地听着 心中却无波澜 曾经的忠诚与牺牲 在现实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我淡淡地回应 您忘了 我离开的时候 手里是干净的 没有任何合同束缚我 我有权利选择自己的路 挂断电话 我靠在一背上 闭上眼脑海中闪过一幕幕往事 位折南的狡猾 流浅浅的眼泪 领南医院的阴暗 还有那些在网络上为我摇旗呐喊的陌生人 这一切都像是命运安排的一场戏 而我终于从被动的角色 变成了掌握自己剧本的导演 三天后 我踏入蛮离集团的大门 新环境 新同事 一切都预示着新的开始 蛮离的CEO亲自接待了我 凌晨 欢迎加入蛮离 你的才华在这里会得到真正的尊重和发挥 我点头致谢 心中却更加坚定了复仇与重建的决心 蛮离不仅给了我一个平台 更是一个向就生活宣战的机会 我开始着手处理那些 只有我才能解开的数据难题 每一次成功都像是对过去的自己说 看 你比他们想象的要强大 就在我的事业逐步走上正轨时 外界的风暴仍未平息 魏哲南英涉嫌诈骗和非法器官交易 被正式逮捕 领南医院的整顿也在舆论的推动下加速进行 而刘浅浅 娜的曾经与我共度无数日夜的女孩 竟在压力之下选择了极端的方式闹自杀 企图以此博取同情 减轻罪责 消息传到我这里 我没有丝毫动摇 我清楚法律会给她应有的裁决 而我 我看了一封来自己歪歪扭扭 满指都是悔恨与祈求的信 不用猜都知道是刘浅浅写给我的 我坐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 阳光洒在信纸上 却照不进我心里的阴霾 刘浅浅 我对着空气低语 仿佛她能听见 你我之间早已不是一句后悔就能了结 你该面对的是法律的审判和自己良心的口问 这时 公关经理的电话打进来了 凌晨 关于魏哲南和刘浅浅的事件 媒体想要你的评论 我陈音片刻 决定给出这样的回复 请转告他们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包括我自己 我只希望通过这件事能让更多人警醒 不再有人重蹈覆辙 不多时 我也收到了看守所里魏哲南的悔恨书 他希望我能出谅解书 信中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并请求我原谅 说他愿意做任何事来弥补 我轻笑 没有立即回复 而是起身走到窗边 眺望着远方 这一出 何曾的熟悉 不管是刘浅浅还是魏哲南 他们是想干什么 我可是太清楚了 此时的我 在心里默念 魏哲南和浅浅的戏码 我已经看够了 至于原谅你休想 我的肾回不回来了 你还想得到我的谅解 我冷笑着给看守所那边回信了 绝不和解 夜幕降临 我关掉电脑离开了公司 之后我每天都很忙 也不再去管刘浅浅跟魏哲南的事 但他们的事终究会以各种方式传到我耳中 听说魏哲南因为被网报 加上欺骗我换肾 现在已经被开除了 医院那边也被勒领休整 院长被带走审问去了 刘浅浅那跟魏哲南现在也不是真爱了 听说俩人都不承认自己是主谋 都说对方是骗我的人 最终的结果就是 没有证据证明刘浅浅是骗走我身的主谋 他用自杀的方式自证清白 说自己是被魏哲南欺骗跟利用了 他制作了一个道歉视频 视频里的他哭得声泪俱下 凌晨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真的不知道魏哲南竟然是这样的人 他竟然欺骗我 不少人都被刘浅浅的道歉视频感动 觉得他是被欺骗了 甚至不少人开始给我私信 让我原谅刘浅浅 我是不打算原谅刘浅浅的 奈何我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 刘浅浅骗了我的肾 那些监控跟聊天 并不能作为直接的证据 所以这件事最终的结果就是 医院跟刘浅浅以及魏哲南 都需要对我进行赔偿 魏哲南坐牢三年 刘浅浅刑居到了一定日子 才被放出来 他出来之后 我就找人去要钱了 刘浅浅没有钱 最终将自己老家的房子给卖了 才堪堪能负担对我的赔偿 再次见到刘浅浅 是在一个阴沉的午后 天空压制厚厚的云层 似乎预示着即将来临的风暴 他站在我办公室门外 手里紧握着一张支票 看着他 我心中五味杂陈 昔日刘浅浅总是那么的骄傲 有种光芒似乎围绕着他 可如今那些光芒似乎已被时间与悔恨消磨殆尽 凌晨 这是我能给你的所有了 他的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 我接过支票 目光在上面停留了片刻 随后抬头语气平淡而坚决 刘浅浅 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更不可能成为朋友 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见面 如果你在出现在我的生活中 别怪我不念旧情 他的眼神闪过一丝受伤 但很快被深邃的绝望取代 我知道了 凌晨对不起 真的 长抱歉 说完 刘浅浅转身离开 被影显得格外孤单 门轻轻合上 我站在原地 心中并没有想象中的解脱 反而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沉重 生活似乎又回到了正轨 但内心的某个角落 却始终空落落的 正当我以为一切尘埃落定 可以重新开始时 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 打破了这份瓶颈 是我的前任上司 李明辉 凌晨 好久不见 今晚有空吗 我想请你吃个饭 叙叙酒 他的语气里带着一丝不自然的热情 我冷笑了一声 直接拒绝 不必了 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他犹豫了一下 终于开口 几手的 只有你最熟悉 老板希望你能回来帮个忙 当然我也希望你能回来 李总 你应该记得我离开的原因 那些数据我不会再碰 我斩钉截铁的回答 李明辉的声音突然变得强硬 凌晨 你别忘了 你今天的成就也有公司的培养 你最好考虑清楚 否则 否则怎样 我打断了他 语气冷冽 李明辉 你威胁我 他意识到失言 连忙改口 但已无济于事 我挂断电话 随即拨通了 满理法务部门的电话 简单说明情况后 便让专业团队处理此事 不久 一场围绕着职场 骚扰与恐吓的诉讼 在业内引起了轩然大波 我的前公司因这场风波 不仅声誉受损 还因为关键数据处理不当 导致多个重要合同违约 最终走向了破产的边缘 案件开庭那天 我并未出席 当天我的助手小张告诉我 案子赢了 意料之中 我微微一笑 看向窗外逐渐放前的天空 很好 去忙吧 是的 林总 不过小张欲言又止 怎么了 我转头询问 刚才收到一条信息 说是刘浅浅 他小张显得有些为难 我心中一紧 但表面依旧波澜不惊 说吧 他怎么了 他又尝试联系你了 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说 我沉默了片刻 最后淡淡的说 告诉他 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小张点头 转身准备离开 临出门前我忽然叫住了他 小张 帮我订张机票 我想去的地方散散心 好的 林总 去哪里 我望向远方 眼中闪烁着新的决心 随便哪里 只要能让我暂时 忘记这一切就好 我不是矫情的人 如今我摆脱了以前的所有 我就想好好享受一些生活 踏上旅行的路程时 我还跟做梦一样 只是没想到 这段旅程会带给我一段奇遇 那是在一个熙熙攘攘的街头 人群中传来女孩焦急的呼喊 我的钱包被偷了 那声音带着明显的惊慌和无助 我寻声望去 只见一个女孩满脸胀的通红 眼中蓄满了泪水 正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 我连忙走上前去 轻声询问情况 姑娘 别着急 你先和我说说具体是怎么回事 她抽烟着说道 我就刚刚在这买东西 一转身钱包就不见了 里面还有我的证件和重要的东西 我安慰了姑娘 就把自己的钱包给了她 异国他乡 遇到国人 我是肯定要出手的 后续在我帮助下 她很快处理好相关事宜 而我们的缘分 也就此展开 接下来的十天假期 我们结伴而行 一起漫步在古老的街巷 感受着历史的韵味 她感叹道 这里的一砖一瓦 仿佛都在诉说着过去的故事 我微笑着回应 是啊 岁月在这里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我们一同欣赏迷人的自然风光 沉醉于大自然的魅力 她兴奋地大喊 这景色太美了 简直像一幅画 我笑着附和 是啊 旅行真的能让人忘记一些悲伤 在相处的过程中 她让我忘记了那些 刘浅浅带给我的阴霾 可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 十天的假期很快结束 我们在机场一一戏别 望着她的身影 我的内心有种难舍 想要要她的联系方式 可我最终还是放弃了 这十天里 她的一颖一笑都深深刻在了我的心底 我知道 此去一别 或许再难相见 可我又不敢轻易许下承诺 我害怕承诺太重 未来的变数太多 无法兑现 再见 我对她道别 她看起来也是那么的依依不舍 看着她的背影渐渐消失在人群中 我知道我们真的要分道扬镳了 能否再见就是未知数了 回归工作后 我全身心投入到了蛮离这边的工作中 凭借着不懈的努力和出色的能力 我很快晋升为数据部门的经理 老板很赏识我 没事总是喜欢请我吃饭 这个周末 他非要拉着我出去吃饭 本以为只是普通的聚餐 到了才知道 原来是一场相亲 老板热情地推销着自己的妹妹 我是拿你当自己人 这才让我的妹妹来见你 我妹妹可好了 不仅人长得漂亮 性格也特别温柔 而她的妹妹忍不住翻个白眼 抱怨道 哥 我是没人要吗 需要你这么卖力地推销我 再说了 感情这种事 哪能这么随便就定下来 看着父亲离开的女孩 我忍不住笑了 没想到 既然是她那个在旅途中 与我相伴的特别女孩 她走出咖啡馆 对我挑眉 我俩心照不宣地笑了 老板看出了我们眉眼之间的交流 惊讶地问道 你们认识 我笑着回答 何止认识我们可是有故事的人 这可真是缘分啊 老板 看着她的背影 我瞬间回忆起了那个偶然的旅行 海鸥的出现如同一道温暖的阳光 穿透了我心中长久以来的阴霾 在一国他乡的街头 她焦急的模样吸引了我的注意 当我得知她的钱包被盗 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援手 我们并肩漫步在陌生的城市 从最初的尴尬到后来的无话不谈 那份默契仿佛是久别重逢的老友 分别时虽然没有留下联系方式 但短暂而深刻地相遇 成为了我心中一抹不可磨灭的色彩 凌晨 老板的呼喊将我拉回到现实 我望着老板那充满期待的眼神 再看看她妹妹那熟悉的翻白眼动作 不禁觉得命运真是奇妙 海鸥又回来了 她拿着当初沉默我的黑咖啡走到我身边 轻声说 凌晨 看来我们的缘分未尽了 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笑意 眼神中闪烁着调皮的光芒 我笑着回应 是啊 世界真小 不过 你搁这推销技巧 我可不敢恭维 老板一脸茫然 显然还没反映过来我们之间的关系 海鸥拍了拍她的肩膀 安慰道 哥 放心吧 你的员工兼未来妹夫 我会亲自考察的 哎 等等 谁说要当你妹夫了 我故作惊讶 其实心里已经乐开了话 海鸥狡黠一笑 哦 那你以为我们这算什么 再续前缘的旅行伙伴 还是仅仅只是你老板的妹妹 我假装思考了一下 然后一本正经的说 我觉得 我们可以先从朋友做起 海鸥点了点头 海鸥眼中闪烁着认同的光芒 同意 那我们就从这里重新出发吧 老板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 随后恍然大悟 道 哈哈 看来我不用担心了 你们自己就能把事情搞定 那我就不当电灯泡了 你们慢慢聊 我还有事先走一步 随着老板的离开 咖啡馆里只剩下我们两人 海鸥靠近了一些 低声说 凌晨 这次 我不想再错过任何可能 我温柔地回应 海鸥 你知道我前段感情经历很丰富 所以目前我可能没办法这么快 投入下一段感情之中 我当然知道 凌晨 我只想告诉你 我喜欢你 你如果想恋爱的话 请考虑一下我 眼前的海鸥是那么的真诚 她那双好看的毛子 倒映着的全都是我的影子 海鸥的笑容里藏着一丝羞涩 却也不乏坚定 凌晨 我愿意等 等到你准备好位置 但在这之前 让我们享受彼此的陪伴 好不好 我望着她 心中涌动着一股暖流 海鸥的这份理解与耐心 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心 我轻轻点头 握住她的手 好 那就让我们一步一步来 不急不躁 接下来的日子里 海鸥确实如她所说 每一次邀约 都小心翼翼地询问我的意见 那份细腻的关怀 让我心中的冰山逐渐融化 我们一同探索城市的小巷 共度周末的电影时光 在雨后的傍晚 一起漫步在湿润的街道上 分享彼此的梦想与过往 每一次相处 都像是在编制我们之间独特的记忆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忽视 对海鸥的感情 那些曾经与刘浅浅的回忆 开始慢慢淡出我的生活 取而代之的是 与海鸥共同创造的新故事 我们之间的氛围悄然变化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 名为暧昧的甜蜜气息 在一个星光璀璨的夜晚 我们坐在海边的长椅上 海鸥突然转头看向我 眼里闪烁着星辰 凌晨 我想 我们是不是该给这段关系 一个正式的名分了 我的心跳不由加速 这一刻所有的犹豫都烟消云散 海鸥 我愿意和你一起 正式开始我们的故事 我们的恋情 就这样自然而然的确定了下来 没有华丽的仪式 只有两颗星真诚的贴近 老板得知这个消息后 笑得合不拢嘴 拍着我的肩膀说 我就知道你们俩有戏 走 今晚带你去见见我爸妈 让他们也高兴高兴 老板的热情 让我有些措手不及 但更多的是对未来的好奇与期待 于是我整理好心情 跟着老板踏上了拜访他家的路途 一路上 我想象着各种场景 却怎么也没想到 等待我的会是一个如此戏剧性的重逢 当我们踏入那熟悉而又陌生的客厅 我一眼便看到了 那个坐在沙发上的身影 刘浅浅 他穿着一身优雅的连衣裙 正与一位中年男士交谈 而那位男士正是海鸥的叔叔 那一刻 时间仿佛凝固 我愣在原地 感觉自己都要不会呼吸了 海鸥似乎察觉到了我的一样 轻轻碰了碰我的手 关切地问 凌晨 你怎么了 不舒服吗 我回过神来 勉强挤出一个微笑 没事 只是有点意外 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熟人 海鸥顺着我的目光望去 随即恍然大悟 哦 原来你们认识 这个世界真是太小了 我深吸一口气 调整好情绪 转向海鸥轻声说 是啊 世界很小 海鸥看出了我眼中的茫然 她有些担心顺势握紧我的手 凌晨 你真的没事吗 我摇头 不想让海鸥跟我一起担心 而此时刘浅浅也看到了我 她似乎也没想到我是海鸥的男友 我俩都心照不宣的没有说太多话 吃饭的时候 海鸥很天真的问我 凌晨 你跟二婶是怎么认识的 我抿了抿唇 尽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自然 我和二婶 是在一次朋友聚会上偶然认识的 那时候我们都对一部老电影 有着共同的喜爱 就那样聊了起来 我故意忽略了我们之间更深的纠葛 只挑了最不起眼的一笔带过 老板适时的插话 用他一贯的幽默 化解了空气中微妙的尴尬 对 凌晨这小子 平时话不多 但一谈起电影 那可是滔滔不绝 估计就是那份对电影的热爱 吸引了咱们家海鸥吧 他边说边朝我眨眨眼 示意我做得不错 海鸥的父母闻言 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他们对视一眼 仿佛在无声地交流着什么 海鸥的妈妈温柔地开口 凌晨 看得出来你是个稳重的孩子 海鸥能遇到你是她的福气 以后 希望你能像现在这样 一直疼爱她 您放心 我会尽我所能 让海鸥幸福 晚餐后 海鸥拉着我去帮他妈妈收拾碗筷 我则借过去了书房 海鸥的父亲想要和我单独聊聊 书房内书架上摆满了各类书籍 透露出主人身后的文化体育 海鸥的父亲坐在书桌旁 手里拿着一本翻开的书 见我进来 他微笑着放下书本 凌晨 坐吧 有什么想和我说的 他的语气平和 让人感到亲切 我坐在对面 诚恳地说 叔叔 我知道海鸥对我来说是特别的 我经历过一些感情的波折 但海鸥的出现 让我重新相信了爱情 我向您保证 我会珍惜海鸥 给她一个稳定和温暖的家 海鸥的父亲点了点头 眼神中充满了信任 我相信你 凌晨 海鸥的眼光我一直很放心 记住 两个人在一起 最重要的是相互理解和尊重 希望你能做到 从书房出来 我沿着二楼走廊缓缓走着 这时 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转角 是安然 曾经的刘浅浅 她的眼神复杂 既有惊讶也有躲闪 凌晨 好久不见 安然掀开了口 声音里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 我停下脚步 尽量让自己的表情保持平静 是啊 安然 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 我注意到她容貌的变化 心里五味杂陈 安然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 轻声说 我知道你有很多疑问 但现在我们都有了新的生活 不是吗 我希望你能幸福 海鸥是个好女孩 我叹了口气 点了点头 你也一样 安然 过去的就让她过去吧 我们都应该向前看 正准备离开 安然忽然叫住了我 凌晨 还有一件事 我转过身 等待着她的下文 但安然却欲言幼稚 最终只是摇了摇头 算了 今天是个好日子 不应该提着险 说完 她转身离去 我望着她的背影 直到消失在视线镜头 才回到客厅 海鸥正焦急的等待着我 见到我 立刻迎了上来 凌晨 你去哪了 我到处找你 我拉起她的手 温柔地笑道 没事 只是随便走走 海鸥 我有件事想告诉你 什么事 海鸥好奇地仰头看着我 眼里闪烁着期待的光芒 我俯身 在她耳边轻声说 今晚的星空很美 等会儿我们一起去海边散步 好吗 海鸥的脸颊染上了一抹红韵 她轻轻点头 眼中满是笑意 好 那我们说好了 夜幕降临 海风轻浮 我们手牵手走在柔 软的沙滩上 海浪轻轻拍打着岸边 仿佛在为我们的故事伴奏 我紧紧握住海鸥的手 心中暗自决定 不管未来有多少未知和挑战 都要和她一起勇敢面对 海鸥 谢谢你给了我重新开始的勇气 我在她耳边低语 每一个字都饱含深情 海鸥侧头靠在我肩上 轻声回应 凌晨 遇见你 是我最大的幸运 我感谢海鸥对我义无反顾的选择 送海鸥回去后 我才回去的 只是刚回到家 我就看到了安然 哦 不 现在没人 我可以叫她刘浅浅 刘浅浅站在门外 神色复杂 双手紧握在一起 显得十分紧张 进来吧 我侧身让开 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静 客厅里 刘浅浅坐在沙发上 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 目光时而飘向窗外 时而又偷偷瞥向我 仿佛在寻找开口的勇气 终于 她鼓足了静低声道 凌晨 我今天来找你 是希望你能帮我保守一个秘密 关于我和你还有未遮难的事 拜托你不要告诉海鸥的家人 尤其是她二叔 我现在的生活 虽然不易 但很平静 我不想因为过去的事情 打破这份宁静 我沉默片刻 凝视着刘浅浅 她的脸上写满了恳求 我轻轻叹了口气 点了点头 安然 我理解你的处境 虽然我不想帮你 但我也不想打破我跟海鸥的安静 所以你的事我不会说的 听我这么说 刘浅浅松了口气 她感激地看了我一眼 随后话题一转 你还记得我们以前的日子吗 那时候虽然苦 但很快乐 我苦笑了一下 起身走到书架旁 抽出几本尘封的相册 递给刘浅浅 这些是我们曾经的回忆 你带走吧 或者丢了也行 我倒是不是一直珍藏着 只是上次给刘浅浅收拾东西的时候 把这个相册一漏了 要不是今天刘浅浅提到以前 我还真就忘记了 刘浅浅接过相册 一页页翻阅 眼眶渐渐泛红 相册里记录着我们青色的笑容 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 仿佛就在昨天 我见刘浅浅盯着其中一张照片 久久出神 不由看过去 看到照片的瞬间 我就想到了当初 这张是刘浅浅生病那次 她死活不肯打针 最后还是我哄着 护士帮忙分散她的注意力 这才给刘浅浅打上了点滴 见我看过去 刘浅浅抬头 嘴角挂着一抹苦涩的笑 是那时候的我真胆小 可现在 她没有继续说下去 只是和上了相册 我心中涌起一股冲动 如果没有为这男 是不是我们这个时候 早就结婚了 可这个世界上 哪有那么多的如果呀 送走刘浅浅 我还是很想知道 这段时间她到底经历了什么 死损片刻 我联系了之前的共同好友 对方接通后 我也没有拐弯抹角 直入主题地询问了 刘浅浅离开我之后的事 朋友听我这么问 瞬间来劲了 嘖嘖开口 她说 你是不知道 刘浅浅和你分开后 失去了很多 包括工作和住所 因为之前的风波 正规公司都不愿意接纳刘浅浅 为了生活 她不得不去了一些 不太体面的地方工作 直到遇见海鸥的二叔 她给了刘浅浅 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听到这里 我不禁一阵心酸 刘浅浅 所有的一切都是你自找的 你可满意 收起电话 我突然就释然了 我想 如果刘浅浅跟二叔 真的能幸福的话 我也会祝福的 希望她能像海鸥跟我一样 跟刘浅浅谈过之后 我跟海鸥彻底进入了热恋期 我们是真的很合拍 我不用压抑知道我有兴趣 海鸥也不会强迫我 做任何的事情 虽然海鸥的家庭很好 但是她从未觉得我不好 海鸥的爸妈 更是拿我当亲儿子 所以在我和海鸥交往一周年 这个书的日子次 我决定向她求婚 身为我老板的大舅子 热情地为我出谋划策 一切都进行得无比顺利 凌晨 我可是把我妹妹交给你了 我知道老板在担心什么 直接给了我这大舅子 一个安心的眼神 你放心 海鸥是我选的 我这辈子除非死 呸呸 被老板打断了话 我瞬间笑了 随后点头 海鸥绝对不会辜负海鸥 行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我俩相视一笑 我手捧着鲜花 便去找海鸥了 等我看到海鸥之后 她惊讶于我今天买花了 刚想夸赞我 我却直接单膝跪地 深情地望着她 一时间我从海鸥脸上 看到了惊讶 我没给海鸥反应的时间 直接道 海鸥 这一年的时光里 你的陪伴 让我的生命 变得完整而美好 你就是我此生的唯一 我想与你携手 走过未来的每一个春夏秋冬 你愿意嫁给我吗 海鸥的眼中 闪烁着惊喜与感动的泪花 她哽咽着看着我 点头 我愿意 我愿意永远陪伴在你身旁 所有人都为我们欢呼 到晚我就在朋友圈官宣了 朋友们都给我点赞不说 甚至还都说我有眼光 看着身边还在笑的海鸥 我也觉得自己眼光不错 到晚我跟海鸥回家 意外得知了 他们家也有一件喜事 二叔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 凌晨了 既然都求婚了 那就早点把我们海鸥取进门 早点生孩子 跟你二叔我学学 看着二叔这一脸的得意 我瞬间明白过来 看来是刘浅浅怀孕了 此时的刘浅浅 看起来倒是有人母的样子了 十分的慈眉善母 对 就是看起来很慈祥了 不过才一年 刘浅浅的变化还真是蛮大的 我想二叔是真的很喜欢刘浅浅吧 二叔高兴的合不拢嘴 一直在说 我要当爸爸了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 一家人都沉浸在双喜临门的喜悦之中 我想 就让这曾经的爱恨情仇 在岁月的打磨下渐渐淡去 如今的我已经能够心平气和的 对刘浅浅说出祝福的话语 散场后 刘浅浅在等二叔开车的时候 他看向我 我也看向他 我们心照不轩地笑了笑 还是我掀开的口 浅浅 祝你幸福 希望宝宝能健康出生 刘浅浅微微一愣 随后回应道 谢谢你 也祝你和海鸥一直甜蜜 目送二叔跟刘浅浅走后 我也跟海鸥回去了 在我紧张地筹备婚礼时 我们平静的生活 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了 不知是谁将刘浅浅和二叔 一起逛街的照片放到了网上 瞬间引起了轩然大波 当年那些曾辱骂刘浅浅的网友们 又闻风而动 蜂拥而至 这不是之前那个骗走男友圣的女的 她这是又来骗人了 不会吧 不会吧 这这个人怎么又跟男人出来招摇了 这种女人真是不知廉耻 各种难听的话语 充斥在网络的各个角落 一些眼见的网友 很快就认出了安然 就是当年的刘浅浅 纷纷开始议论起来 海家二叔真是大度 这样的女人也要 真搞不懂这家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更糟糕的是 有人扒出了海鸥 是我的未婚妻 广大网友瞬间 像嗅到了八卦的强烈气息 纷纷留言 嘖嘖我没看错是不是 前女友是现女友叔叔的老婆 哇 跪圈好乱 这关系也太复杂了 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一时间 舆论的压力如潮水般涌来 我们的生活被搅得天翻地覆 看到舆论的发酵 我只想尽快找到海鸥 我想跟海鸥解释 我想告诉她 我不是故意隐瞒这一切的 可没想到海鸥却先一步找到了我 打开房门的瞬间 我就看到海鸥红着眼睛 说真的 我心疼坏了 我赶忙将海鸥拉到房内 海鸥 对不起 我 所以你的肾被骗走了 不等我说完 海鸥打断了我的话 我点头 请客间 海鸥心疼到不行 她眼泪随着我的回答落下 我以为她是来质问我 为什么隐瞒自己跟刘浅浅的关系 没想到海鸥只是心疼我 她说 我不管你跟刘浅浅是什么关系 我也不管二婶是刘浅浅还是安然 我只知道我喜欢你 我现在想问你 你喜不喜欢我 我连忙点头 喜欢 当然喜欢你 我很想告诉海鸥 我喜欢她 不只是简单的喜欢 是很喜欢的那种 我不希望海鸥误会我跟刘浅浅 不可否认我跟刘浅浅的三年是真的 可过去的就是过去了 我也没有非刘浅浅不可 我现在最怕的不是我们的关系被揭穿 我只是怕海鸥误会我 怕她生气离开我 此时海鸥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坚定 她紧紧握住我的手 仿佛要将所有的力量传递给我 那好 既然你喜欢我 我也喜欢你 我们就一起面对这一切 她说 网上的言论不过是些不了解真相的人在胡言乱语 我们没必要为他们的无知买单 我感激地看着海鸥 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她的理解和支持 让我更加坚定了要保护好这段感情的决心 海鸥 谢谢你 我会尽快处理好这件事 不让它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更不会让它伤害到你 我们相识一笑 彼此的心意在这一刻交汇 形成了一股不可动摇的力量 我随即联系了律师朋友 准备对那些不实言论采取法律手段 同时决定召开一个小型的媒体见面会 澄清事实 保护我们和家人不受伤害 是我现在最应该要做的事情 几天后的媒体见面会上 我和海鸥并肩站在美光灯下面对众人好奇的目光 我深吸一口气 感谢大家今天能来这里 关于最近网络上 关于我和我家人的种种言论 我想在这里做一个澄清 海鸥轻轻握了我的手 给了我一个鼓励的眼神 我继续道 关于我与刘浅浅女士的关系 那确实是过去的一段经历 但正如大家所知 人总是在成长 过去的已经过去 重要的是现在和未来 我和海鸥之间的爱情 是纯粹而真诚的 不应该被过去的阴影所笼罩 海鸥接过话筒 她的声音温柔却坚定 我了解凌晨的过去 也尊重她的选择 我们相信 真正的爱情 能够跨越一切障碍 至于那些针对我家人的无端指责 我希望公众能给予 基本的尊重和理解 毕竟每个人 都有重新开始的权利 记者提问环节 我们一一耐心回答 展现了前所未有的默契和坚强 当被问及 如何应对网络暴力时 我回答 我们会用法律武器 维护自己的权益 同时也呼吁大家 理性看待网络信息 不要轻易被舆论左右 发布会结束后 我跟海鸥手牵手走出会场 海鸥说 不管外界如何喧嚣 只要我们的心在一起 就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 我转头看向她 眼中满是深情 海鸥 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 处理好这些事 我们长舒一口气 我和海鸥的反应向来很快 在面对舆论的风暴时 我们迅速采取行动 使得涉及我们的言论 很快就被平息了 但二叔跟刘浅浅那边 就不容客观了 其实在这之前 为了彻底解决问题 而二叔却拒绝见我 甚至连刘浅浅也不见了踪影 仿佛人间蒸发了一半 不过第二天刘浅浅就找到我吗 我知道他是担心二叔 会因此不要他 这才心急如焚的找我跟海鸥 他希望我们能去找二叔说说情 海鸥也不是小气的人 虽然很生气刘浅浅之前的所作所为 但是看在他怀孕的份上 海鸥还是去找二叔了 我不放心 也跟着去了 见到二叔 他满脸的愤怒与失望 二叔告诉海鸥 他最讨厌的就是欺骗 他不恨我没有告诉他真相 但他恨刘浅浅什么都没说 甚至隐瞒了姓名还整容了 他跟二叔描述的自己 跟现在报公的刘浅浅 简直不是一个人 这是二叔最生气的点 二叔说 我没想到他既然这么狠 竟然骗走了凌晨的事 听到这话 海鸥震惊不已 我也感到无比的诧异 一时间 气氛凝重的让人窒息 其实这件事我没想到 他们反应这么大 他们竟然全都站在我这边 说真的我心里暖暖的 海鸥试图劝说二叔 二叔 也许这里面有误会 二婶他可能有自己的苦衷 二叔却摇摇头 苦衷 再大的苦衷 也不能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 我们陷入了深深的沉默 不知道该如何化解这场危机 二叔面色阴沉的看着海鸥 海鸥你要明白 在这世上 欺骗就是最不可饶恕的恶行 他能将人与人之间 那本就脆弱的信任 瞬间击地粉碎 让所有美好的憧憬 都化为乌有 我对这种卑劣的行径 简直恨之入骨 二叔很生气 甚至拒绝跟刘浅浅见面 我深吸一口气 尽量让自己的语气 听起来平静而坚定 浅浅 二叔的态度很明确 他现在无法接受这一切 你应该明白 因果循环 报应不爽 当你决定欺骗我 利用我的感情 换取那颗肾脏的时候 就应该预料到 总有一天 真相会浮出水面 刘浅浅的眼眶泛红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凌晨 我知道我错了 我真的后悔了 可是我当时也是走投无路 为着男的病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死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 满是痛苦与自责 我叹了口气 后悔并不能改变 已经发生的事情 现在最重要的是 怎么解决眼前的问题 尤其是二叔那边 海鸥这时插化进来 他的声音温和 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 二婶 你如果真心悔改 那就应该勇敢地 面对自己的错误 向二叔坦白一切 请求他的原谅 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刘浅浅抬头 目光中闪过一丝决绝 好 我会去跟海鱼说清楚 无论结果如何 我都愿意承担 只是 刘浅浅突然看向我 我心咯噔一下 都这个时候了 还想牵扯我 凌晨 你能陪我去吗 至少让他知道 我并非全然无情 我犹豫片刻 看向海鸥 他轻轻点头 去吧凌晨 有时候直面问题 比逃避更能解决问题 我相信二叔会听进去的 次日 我和刘浅浅找到了二叔 路上刘浅浅 突然开始跟我道歉 凌晨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我一定不会选择那样的方式 刘浅浅的声音 带着浓浓的哀愁 我停下脚步 认真地看着他 人生没有如果 我们能做的就是珍惜现在 尽力弥补过去的错误 我没再理会刘浅浅 加快了脚步 很快就到了二叔家门口 我深吸一口气 按下门铃 门铃响起 开门的是二叔 他的眼神复杂地 看着我跟刘浅浅 二叔 我们来了 我轻声说道 侧身让刘浅浅先进 客厅里 我们三人相对而坐 空气似乎凝固 刘浅浅深吸一口气 鼓足勇气开口 海鱼 我知道我犯下了 不可饶恕的错误 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但我求你给我一个 解释的机会 二叔紧抿着唇 沉默良久 还是点了点头 刘浅浅讲述了 他当年的困境 以及那份绝望中的 自私选择 他的话语中充满了悔恨 泪水不断滑落 滴落在地板上 发出轻微的声响 海鱼 我愿意用余声 来弥补我的过错 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刘浅浅的声音颤抖着 满是祈求 二叔闭上眼睛 似是在极力平复情绪 脉上 他睁开眼声音沙哑 浅浅 你的错不仅仅是对我和凌晨 更是对人性的背叛 说到这里 二叔无奈地看了看刘浅浅 但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也很不下心来 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但你必须离开这里 永远不要再出现在 我会在我和凌晨的生活中 刘浅浅闻言 泪水中竟带有一丝绝望 但他却并未为自己争取 他只是无奈地看着海鱼 最终他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会的 临别时 刘浅浅转向我 眼中满是复杂的情绪 凌晨保重 希望你和海鸥能幸福 我微微一笑 终是没再多说一句 走出二叔家 我就看到了海鸥 我就知道他不放心 我赶紧来到海鸥跟前 对他点头 放心吧 二叔会走出来的 海鸥拉着我的手 深吸一口气 凌晨 经历了这么多 我发现只要我们两个人的心 紧紧相连 就没有什么是我们克服不了的 我反握住他的手 海鸥 是因为有你 我们的路才会这么顺 我不是一个爱表达的人 但是海鸥真的太好了 好道 我宁愿伤害我坐鸡 都不想让那个他受伤 我两相视一笑 手牵手继续前行 此刻 我在心底默默许下誓言 不管未来怎样 我都不会辜负海鸥 舆论平息 一切都恢复到了平静 我跟海鸥都心照不宣的 对这件事绝口不提 不管二叔跟刘浅浅 是不是会继续下去 我们都不打算管了 现在的我只想快速迎居海鸥 筹备了几个月的婚礼 终于要举行了 婚礼前夕 我激动的一直缠着海鸥 不想刘浅浅去出事了 医院电话打给我的时候 我还是蛮意外的 我想解释说 我跟刘浅浅没关系 但医生没给我这个机会 病人现在很严重 有流产的先兆 你赶紧来医院 嘟嘟 手机被挂断了 我无奈地看向海鸥 海鸥倒是没说什么 只是让我赶紧去医院 联系二叔 然后我们就一起去了医院 去看看他吧 毕竟他现在的情况也不容易 海鸥的声音温柔而坚定 我想了想还是点头 随后驱车去了医院 一路上 脑海里回荡着刘浅浅那句 凌晨保重 心中莫名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 海鸥的手始终握着我 仿佛是怕我被过往的风浪卷走 到达医院 我们匆匆赶到刘浅浅的病房 透过半开的门缝 只见二叔正坐在床边 神色复杂地望着病床上虚弱的刘浅浅 此时的刘浅浅脸色苍白 额头上甚至细汗 海鸥 对不起 我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刘浅浅的声音微弱 却清晰地传入我们的耳中 二叔叹了口气 那股愤怒似乎已渐渐平息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沉重 刘浅浅的目光转向我们 眼中闪过一抹惊讶 随即化为淡淡的微笑 你们来了 海鸥走上前 轻柔地摸了摸刘浅浅的手背 好好休息 孩子要紧 我站在一旁 突然就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这时 刘浅浅突然开口 凌晨 海鸥 我想请你们帮个忙 你说吧 只要我们能做的 海鸥回应道 眼神中满是真诚 如果 如果我有什么不测 我希望你们能帮我照顾这个孩子 我知道我没什么资格请求你们 但他是无辜的 刘浅浅的眼中闪烁着泪光 很是叫人心疼 海鸥望向我 我读懂了他眼中的意思 我们相识一笑 那份默契无须言语 但此时二叔却不乐意了 够了 刘浅浅 这孩子是我的 你现在是在脱姑吗 难道这个孩子不应该我来照顾吗 二叔这样一说 我跟海鸥也回过神来了 我俩刚才差点就点头了 真是糊涂了 怎么忘记孩子的爹还在呢 我俩时续地退出了病房 希望他们能冰视前嫌吧 离开医院的路上 我和海鸥都没有立即说话 各自沉浸在各自的思绪中 最终还是海鸥打破了沉默 凌晨 生活总是充满变数 但我们能做的是把握当下 对吗 我紧紧握住他的手 对 有你在身边 我什么都不怕 海鸥笑了 那笑容温暖而明媚 凌晨 明天我们就要结婚了 一辈子不离婚好不好 好 第二天 我们的婚礼照常举行 海家千金结婚 城中达官显贵都来了 虽然我身世比不上海鸥 但我却并未自卑 我知道我会努力配得上海鸥 而海鸥也不会用金钱 来衡量我们之间的关系 这就是我们之间 最好的相处模式 婚礼之后没多久 二叔就告诉我们 刘浅浅的孩子没了 他说 一切都是命 这就是刘浅浅该有的结局 见我沉默 二叔反过头来安慰我 我知道你小子不是狠心的人 但刘浅浅毕竟是犯过错 终究是要承担后果的 后来刘浅浅彻底消失了 他走之前给我留了一封信 宗旨只有一个 那就是道歉 两年后 我跟海鸥的孩子出生 此时一则社会新闻悄然入眼 一男子出狱后 对前女友怀恨在心 当街杀人 目前已被警方逮捕 看着照片里 被打马赛克的男子跟女死者 我无奈叹气一声 或许 因果真的会轮回吧 但不管怎样 这些都跟我没关系了 现在的我只想跟我妻子 还有孩子好好过日子 全文完